字幕志愿者 郭叔 字幕志愿者 郭尹 歡迎收看分行全接觸環節 我們在這段時間 taped通 妖材競圈旗下十幾間分行 跟他們的現場客戶直接對話 給他們提問郭Sir是直接提問的問題 先介紹這次嘉賓 股知言是市務總監郭師志郭Sir 郭Sir 你好 今天先和大維分行 今天會接通大維方面的分行 和同事先聊聊天 Sam 你好 Hello 郭Sir在旁邊 是的 郭Sir 你好 先和你講講大致方面的情況 今天來說不算升太多 現在這一刻就升95點 最新報在24599點 Sam 大維分行今天 其實投資氣氛怎樣 今天就比較淡靜一點 大家都是觀望 多不多朋友有問題 都有兩位朋友有問題 馬上開始提問股票的問題 先第一位好嗎 第一位是黃小姐 你幫她問還是黃小姐在旁邊 等一會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黃小姐 黃小姐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分行全接觸 今天接通大維方面的分行 第一位提問就是黃小姐 看看她有甚麼問題 是 怎樣 請說 我想問市場跌到甚麼位置 才能買貨呢 因為現在買了很多貨檔 還有少少那麼多 想看看這個位置 可以買 OK 剛才你問到我 甚麼位置可以再買貨 還有少少在這裡 還有少少錢在這裡 要買到沒有錢 才舒服 其實你買了不少貨 現在這分鐘要考慮 不是市場會否有反彈 萬一市場跌 一直牛皮下去 始終剩下少少錢在身邊 全部都是股票 你的心會怎樣想 當然要怕它會跌 當然最好是升 但以現在市場成交這麼少 就算是升都有波幅 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反而市場有機會突然搜一搜 不是多 我當你一千或八百點 你就會亂 因為如果你說 還有資金在手 拿著貨股票不是太多 你的防守能力比較強 但如果你說 真的 剩下少少錢 你也買下去的話 那市場上升當然好 但賣了市場不動的話 你的心情就十五十六 因為沒有錢在這裡 你怕市場跌 到市場真的跌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因為頭的下跌 你的心有少少想 明天會升回 到跌得比較深的時間 你就會害怕 因為資金已經沒有了 再下去就輸很多 馬上賣了去算數 到最後 贏少少的 你不會走 打和的 你也不會走 輸一點 也不會走 到最後 跌深的時間 就會走 就是摸著低位 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所以 剛才你提到 剩下少少錢 就算市場真的見低 我也不建議你再買 相反來說 如果市場上升高 好像早前去到二萬六千 二萬五千六百 嶺 在阻止的水平 其實如果 持貨多 應該是有少少 輸少當贏 因為在股市不明當中 最好 或者最起碼 都會拿回 30%的資金 在手 即是說 50萬的錢 起碼要有 15萬的資金 擺在身邊 你的安全係數 就比較高 如果能夠拿回 一半資金 就更加好 越是不明朗的時間 越是拿多些資金 在手 千萬不要想著 市一路低迷的時間 便宜了 我就再買多些 買到沒有錢為止 如果市再跌 或者市低迷的時間 可能是兩個星期 兩個月 或者反覆大月 那又如何 輸又不是輸得多 眼睛升來升去 升不到 煙煙悶悶 其實個人的情緒 全部被市拉動 投資都要看環境 好像前幾個月前 市不斷衝高上去 那一刻當然是加注 買大注少少 踏順風車 現在這一刻 擺明成交少 氣候也未到 你買得太重 就省自己辛苦 已經買了不少 考慮自己的痴瘡能力和能耐 你要沽的 我給個例 就是說 一輸一元的時間 你就減榜 或者是沽住一部分 或者沽了去 千萬不要等到輸到七元 百元的時間 摸著低位來沽 無端端輸到幾元 真是不值 近期的大市 有少少反覆 肉視低的形態 很可能 市仍然還是持續 反覆偏遠 一段時期 小心點 暫時來說 手持現金都不錯 黃小姐 我們先把電話交給同事 阿Sam 阿Sam 第二位就是譚先生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譚先生 好 谷先生 你好 你好 請問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請教 那些耐銀股 何時才可以拿出貨 好 都想問何時進貨 見到現時來說 那些耐銀股 股值來說 已經比之前更加吸引回調之後 那買得過耐銀股郭Sir 其實何時才能買得 你的問題是 買完之後不跌了 它的低位是一路升上去 每人都希望捕捉這一刻 如果你說比較 可以趁機會買便宜貨的那一分鐘 是過了 例如好像 7月8日那個階段 你好像3988 曾經跌到下去 是4.07元 4.0多 那一刻買下去 然後那時又反彈了 健康更加不用說 亦都落到6.1元錢 甚至1398 亦都曾經摸過下去 要摸是5.26元 5.3元 但現在這分鐘 是處於反彈之後的 技術上的消化整固之中 如果你看股值 老實說 現在全部都5倍多市盈率 有5厘的股息 全部都不貴 問題就是 買完之後 去明天後日升 當然是開心 如果買完之後 明天後日反覆帶遠 老實說 時間好像掌握得不太好 那就要看恆生指數 因為中公建這三隻 行指成分佔的比重 16.41% 今天是期指轉創高峰日 明天是期指結算日 後日亦是衍生工具結算日 需要不需要等到整個期指結算完 或者是完全落膜 你才下個星期找位賣 我想要先想想 因為現在買沒有絕對的把握 可能跌多2毫指 或者升1.5% 但如果你說 所有東西清晰 八月初 然後才定完 再看環境再做 我覺得安全係數比較高 再說 甚麼價錢買下去 比較好些 其實現在這個價錢買下去 也是好 因為早前的高位 很多內銀股已經跌了30% 現在都不是貴的 但問題就是 買完之後明天升2毫指 和明天跌2毫指是關鍵 如果升2毫指的 就可以沽 可以賺錢短炒 跌2毫指就要坐 不過內銀股 我始終認為 就不要看得太短線 應該中線少少部署 講估值 現在一點都不貴 老老實實 但並不代表你買完之後 它不會再反復 我先說明 這一點你要留意 好 謝謝郭Sir 這節的問答環節就到此為止 麻煩你帶來分享阿Sam 麻煩你阿Sam 這節時間差不多 和郭瑞做回申報 提及的股份 郭Sir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有郭瑞的節目 和大家見面